WananaLala123 5811321 Wanana大家看實況各位 呃 這隻兩費的E4其實有點憨 可是我不小心按到他 好吧 他要搭配一些對惡魔的BUFF 才會好用 呃 選壓倒性喔 算是10點之法 神九沒開 新年這個 菲菲家人啊 菲菲親戚 戰的魔像大怪 呃 蝕蝕樹要跟 會把別人冰起來搭配 原劫略搞不好也蝕蝕樹好 天啊 我到底在幹嘛 呃 暗影劍很重要 應該是雷矛啊 應該是飄浮 飄浮超級強 魔火焰 可以跟普通士女搭配 巨魔 三可以四四 虛無恐獸 或是凱戰 虛無恐獸可以先壓倒性能力量搭配 可是有點怕沉默 死影纏繞算是一種抽牌手段 選死影纏繞好了 選張虛無 呃 我目前沒有什麼機械 所以選藍塞 死影纏繞應該不需要第二張 死影纏繞跟法裝搭配也會比較好 這個有點想選阿夢 因為我現在兩費手下的怪怪 四費只有一張 可以考慮暴風城 死舉生命 其實這兩點傷 這三費大分的時候他只有做 讓英雄回兩地 而造成兩點傷害這件事情 所以有點太少 暴風城應該比較好 魅魔不喜歡選 所以選映移践踏者 一個正常兩費的三位手下 黑暗炸彈 天啊 我不想選男孩水少 吸取生命 投彈手OP 印法克星 選張嘲諷 免被RUSH 金雲龍 一金抽牌 第二張虛無 看一下 偶像有一張 其實雙狼也不錯 我選點虛無吧 再來張嘲諷 肉燈殭屍超級強 我們拿一張機械召喚師 我們拿一張機械召喚師 那機械召喚師的原因 完全是因為 人見人怕 機械召喚師帶給大家 無數的那個 惡魔 我來選一張機械好了 第二張暗炸彈 暗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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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張 九零一把 所以我們的大怪 基本上只有兩張 飄浮跟 戰爭 完全是快風取向 搞不好他也會變成一張大怪 這個 虛無恐獸 虛無恐獸跟他combo 嘲諷應該有兩張 左右 這張嘲諷 這張嘲諷 OK 多大 Поэтому 寂寞 如果 之間 靈魂屬於我 這是神奇手 有這張應該就是神奇手 這次靈魂我沒有烈焰小火 他帶來還有錢幣 我覺得這個好像還是比較好 如果等一下要神抽 如果抽我唯一的兩張 唯二的幾張機械的話 那我第三輪可以叫一個 四幾點的機械超防 或是我現在抽 可以抽到一個 直接把他丟掉好了 他還沒用他的錢幣 這個各位新年快樂 這個各位新年快樂 各位新年快樂 休安兒 現在戰機怎麼樣 現在是00剛開始 嗯 現在是00 嗯 有點麻煩 可以用這隻跟這個 我抽太多牌了 那不 那不 交換你的話太虧了 這樣很怕縫行 好幾個 壓倒不行 好幾個 收拾 。 這樣還好,反正他至少是個三星 剛剛這一把沉默用掉,我這張就比較光弱 我現在必須要過這一隻 然後不只要換這一隻 所以我應該是這個或者是這兩個 所以應該是這個非常英雄 所以我應該是英雄 所以不要叫什麼 九角惡魔快攻了 這兩個吧 又一次 我應該找英倫用七點把這個變成一個六六 然後希望他不要剪掉 一般我現在場面上都是一些奇怪的手下 前來報到 把這個留下來 我其實只有這張大惡魔 可是我不想要 他把他叫出來 他叫出來的話只會是一個四次 我沒有辦法 他叫出來然後他馬上變成一個六六 他出來必須要一定是一個六六 所以我叫他才不會被 那麼奇妙解掉 哇喔 楊羽 他可能還有個奉獻或什麼鬼 他應該有兩點突刷可以解掉這個 他沒有的話他剛剛亮出 很奇怪 滾開 你這臭狗 這十點傷害 十六 十七 十八 嗯 可這如果沒打到齁 喔 還有這個齁 喔 差點忘記了 差點就忘無意思了 OK 這樣就忘無意思了 只是這樣我把手上的兩點突發給交出去 哇 他兩張劍息都很死了 青春愉快 你不是說要出去嗎 來不及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然後去 人家要出去幹嘛 那你把它弄著就好 好 嘿 這小 韓國人會不會過年啊 會 所以他們 也會跟 別人講說星春一塊嗎 那是 trash 把這個牌組剪下來 我希望能再拿到一個兩倍的手下 然後這樣就可以 T1出這個,T2出這個之類 理論上他會比這隻還強 因為他不能用法術來解這一隻 他只能用撕咬之類的 不要,叫爪擊 他被打進這隻 他沒有 這個不是機械 他應該是個哥布林 好,風塵 哇哦 人真好 他還是給他 上水晶 哇,竟然選沒有張 這應該是T7的時候 我說 為了十字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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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這什麼用在這裡有點浪費,因為就造成一點傷害了 我等一下可能會出這個像英雄 除非我抽到一些好東西 你準備好了嗎? 所以他打進這個會比較好 不要打臉 他要修理東西嗎 對 排數應該差不多 我是把背景虐關掉 我不會覺得 異常到異常 這隻有點恐怖 這隻有點恐怖 我能安慰你的傷痛 感覺是熊鍋極少 我想應該是爆炸啦 除非他用這個英雄一定換這一隻 這樣感覺是蠻划算的 這樣也不太划算 因為這隻可以一直長大 但這隻不行 所以都是長久而言 他應該要用這隻換 這樣他還可以拿個備用武器 我看到這隻換了 還是他有第二張揮擊 這樣他可以拿個備用武器 砰 爆炸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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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ramid 沒有靠風道 哈嘍 感覺是爆炸啦 爆炸了 是 怎麼有兩張揮擊 有兩張揮擊 有兩張揮擊 大腳鴨 大腳鴨 明天開始好可怕 明天我也要上攻 這有空攻 哇喔 他可能知道這六張牌的其中一隻喔 血色成績後天出來 這是一個3 一個16 這裡可能會吃掉他一張死 因為不知道要放哪 太快 不怕他太快了 不怕就要放 因為小牌很怕就要放哪 六九七十 不怕就要放哪 好像要抽牌 他應該要用這隻換這隻 我這兩雙雄不打臉他就會爆炸 所以他現在一定要用雄雄雄自己 然後出一個失戀的手下 除非他要賭 呃 機率 他要讀10%G 喔 他 偷到壓倒線 我有一些朋友都是 指考之後然後 分數更差 不過他們指考的時候也都在 回後 剛剛也不完全是一個非常好的參考點 應該是 他們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參考點 機率一半一半 不拚指考會後悔 嗯 嗯 嗯 看著志向囉 這種事情 他為什麼不知小牌 不知道 哇他先擋雷琴 我想保護這隻 這等一下會長成一隻八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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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兩勝 怕進去之後跟想像不一樣 進去之後一定跟想像不一樣 呵呵 呵呵呵 應該說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高中教育沒有 沒有讓你 準備好選擇自己的志向 我覺得 現在是兩勝一半 最大部分人 要嘛就是沒有魔守自己的 興趣或喜好 要嘛就是 到大學再看魔守之類 我是這麼覺得啊 嗯 好想要強勁還黏著喔 喔 好想要強勁還黏著喔 不是說你想用神奇還黏著嗎 不是說你想用神奇還黏著嗎 對啊 我就找到我這個好看嗎 抽牌 OMG 啊 打進去之後我可以用死影殘繞對隻 但這是最好的結果啊 OMG 不是說 思考之後來說應該比較有力了 怎麼會 同學 喔 是我 這個 是我的 國中同學啊 出社會 你就知道了 救命 好像有點LAG 今天 哇 今天掉了 有點多啊 我把 等下重開一下好了 我重開一下喔 我們知道了 朋友媽媽 我替你喝酒 喔 我替你喝酒 喝酒 我替你喝酒 喝酒 那我都喝酒